6C哎呀看ID 6C小甜甜 看ID抓人一般来说是不抓6C的啊 这把的话遇到的是歌剧演员 要抓吗都进医院了算了 这套阵容它还是一个没有传统救人位 这边小铁的哭泣小丑带博命的阵容 那这样的话救人环节不是特别稳 而且呢你别说啊女鬼抓哭泣小丑 这你这火箭的位移还真不一定能够甩的开 这我好像是断技能了 第一刀应该是有了 后面的话带的是个遗形遗形女鬼 有一说一女鬼我是真的不太能想得通啊 带遗形的效果好吗 因为遗形毕竟跟闪现的不一样啊 鸟给上了还行这波 她的这个位移并不是说你对吧 直接可以打出攻击的追刀漂亮 这女鬼的熟练度确实高 我没记错这个女鬼是目前图绑前五的大神 人挂上 闷薄命 外面小说家第一台机子修了80 拉拉队员修完 先知80 三台机子加起来2.6 呼吸小说本身没有怎么修机子的 那这个局穷者别说是赢了 宝瓶都够呛 核心问题是他们没有薄命来拖这一轮密码机的时间 密码机是不够的 除非有2.6 呼吸小说有2.6 我不是很信啊 拉拉队员带薄命 可以就是救的真不错 直接开火箭 女鬼 看他的一个位移 怎么说 这波又断技能了 那不好 那有点问题了 这波都还真让2.6起来了 关键是小说家这边机子修完了 他 他可以过来保一波啊 他这波保了 女鬼这里似乎就真的丢失了这个哭气小丑的视野 那你换抓的话呢 哭叫做外面状态一补 他可是有薄命的 回头打拉拉队员 拉拉队员手里面有加速 这个局真的打得我有点点懵懵的 女鬼带移行我也是第一次见 然后呢 穷者这套阵容也比较少见 拉拉队员就想人来以后 还真把这个裤脚手保了一下 也不叫保了一下吧 拉拉队裤脚手这边还真的溜了一下 溜了一下以后呢 小学生刚好记得修完过来 保了一手 保活了 局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反转 再追先知 呃 配合着自己的遗形来打控场 那边的话两兄弟不状态 有一说一啊 这个局就是酷脚手现在干嘛去呢 翻个箱子 对 翻个箱子 确保一下自己手里面有道具 待会过去套薄命 因为这个酷脚手他是一个二挂 待会被抓的他也是个二挂 跟自己这边被抓的队友是一样的 所以说你也不一定会追这酷脚小丑 就谁好追追谁嘛 但是这个薄命加上击倒千人挂人的时间 满打满算 你能算个35秒到40秒 这时间可以修掉非常多的机子了 就倒遗产 我只要套上这个薄命 这遗产都能给你修完了 因此这把女鬼的话 开始转变他的策略了 他也知道待会会变成一个什么情况 就是我这边真的击倒人 挂上 守这个人 放你们在外面舒服的修机子 大概率要面对的是一个四人开门战 只能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来回拉扯 利用自己的高机动性去打 把求生者 毕竟你们不是死黑嘛 把求生者这边打乱 节奏全部打乱 但这机子好像有点拦不住啊 哭起小子这边蹲着 在翻箱子呢 又在翻翻了个啥 翻了个魔术棒 通缉到的是先知 先知这边外面也新起台机子 两个人都新起机子 你管哪边都没有用 对吧 这里的话那边人就下来 对的 选择这边过来打是对的 但是呢主要是这边小说家也在起一台机子 如果说这台机子是唯一一台的话呢 这边选择去抓这个先知一定对啊 那现在的话呢也没什么办法 你这真的就去守 还不如过来管这个先知 管这个先知 求者这边待会要再踢墙救人 踢墙这个点对于 求者来讲是非常难牵制的一个点 他周围的话没有什么交互点 也就是一个窗打一刀 哭脚在这边带香水 打一刀密码机压好了 该贴门的贴门了 这边的话 因为一个被通缉啊 所以说另外一个去贴门 小说在这边贴门 过来追谁 追先知 赶紧打 打完以后密码机 亮的稍微的慢了 那么一丢丢 管谁 他这边要管哭气小丑 然后待会移行回来找先知 可能是这样想的 并没有 这边过去找啦啦队员 找了 看了一手 这边的门再点 放香水 回头 一刀 震慑 先知的门 点开 啦啦队员双加速 小说家这边的门估计也点开了吧 点开了 再移行过来追啦啦队员 哎 来不及咯 三跑 这能盘活成一个三跑 我是真没想到 上来把这个枯脚手抓了 应该是输不了的局 我得去好好看一下 刚才 啦啦队员救完人 这哭小丑 主要小说家那波出击 那这局的话可能就是我们观战的主角卡子哥 这波小说家出击 彻彻底底的翻了 小甜甜还要玩 你走得了吗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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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